谷爱玲第二跳不负众望 在破面障碍技巧晋级赛中 以79.38的成绩晋级金牌大战 第二轮中第一个道具区 就先以450度转体 再以道华上整华下落地 完成第二个道具区 接着在第三个道具区 以270反转落地 而在最后一个跳台 谷爱玲则已右转方向900 完美落地 落地后 谷爱玲轻松地拿出 锁胶带里的馅饼 吃了起来并向镜头 比了一个赞 似乎对成绩颇为满意 那么她的第一个动作 其实一个振滑左转的450上 那么从这个上道具的 这个翻转的度数上来说 在女子领域 其实是很少能做到的 那么看看她三个跳台 这里面刚才提供 涵盖两个9百 就是七八二结合了 她右手抓血板外侧的 安全抓板 尽管在第一轮比赛中 落地出现失误 手触血等 只拿下57.28分 但以两轮成绩 取高分入围的赛制 也让她有望挑战 本届冬奥第二金 混血连孔 却说着一口地道的北京腔 在本届冬奥 及万千宠爱 于一身的谷爱玲 在8日夺下金牌后 她的国籍再度成为焦点 外界不断质疑 谷爱玲并没有放弃美国籍 就以陆籍身份参赛 既不符合大陆不允许 双重国籍的法律 以违反奥运规定 对此国际奥会 及北京冬奥组委 在争议不断延绍之下 更将谷爱玲在官网上的英文自我介绍 及有关双重国籍的叙述 全数删除 如此大动作 也掀起外界更大的质疑声浪 而谷爱玲本人 至今也从未对国籍问题 做出任何正面回应 记者谢海宇报道 未经论向 проект 漂亮的工程 也可以 kelulate